《電檢條例》 電檢條例就是 嘗試控制意識形態 控制我們的記憶 控制我們的想像 極端沒有政治的 講愛情的患來我照拍 極端有政治敏感度的 我照拍的都 兩個都是我的自由 但我要不是香港放 好像時代革命一樣 這個論述現在是 2019年是徹底勾結外國勢力的暴動 一個這樣的主流論述 我的紀錄片我當然講回真相 跟它現在宣傳的東西其實是相反的 我講真相就會令到他們這個方話更加明顯 所以我這個紀錄片危險 這件事是說一個女朋友 她的男朋友被人抓了 要去她的家 其實是想講這個很可憐的見家長的時刻 很奇怪 未見過但又要說出來 但是收到電檢的指示 就是這些撿屋的情節都是沒有的 我覺得整套戲都已經沒有了原本的意思 沒有了它的神髓 我覺得挺平衡的 我自己覺得 兩邊都說了我 挺平衡的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事實不是有事 但是原來所有兩個聲音 可能有一邊聲音行程 不能用它在影片上的 他們會不會將來會多這些紅線呢 其實這只是一個起點 其實這只是第一步 但一定不是最後一步 但一定不是最後一步 發給你 就是最好 受到重量的感覺 可以嗎 但我會不會有很多